但是你们不经营其他生意 她脸上有了另一次的微笑 但这次带着苦涩 我无法经营柠檬汽水摊 想想办法寻找新的计划 太多工作 太多麻烦 她所总监 罗莉也这样想的吗 她有自己的公关公司 那占了她所有的时间 即使她根本不需要收入 我决定引导她 她的亲率不重视任何野心 目标 好像是焦急不安的灵魂的症状 当你在家时 做任何是你高兴的事 例如解决事情 如果事情太困难的话 就休息一下 她凝视着我 感到痛苦了 你都说对了 只有一个问题 偶尔休息一下 每晚十小时的睡眠够吗 我问 就像什么东西突然在身体里碎了一样 她的身体松垂下来 眼睛看起来烦扰不安 最近我睡得不好 从来没有自己睡着过 也没有一种药物的效力 足够压制我睡一两个小时 但是你过着一种理想的生活 大笔的钱 美观的外表 你有超级美女陪 体贴的妻子 豪华 房宅 是的 你的父母或许有点疏忽你 但是他们供应你一切 你也告诉了我 他们爱你 还有什么力量 这么强大到不让你睡觉 我开始好奇了 恐惧啊 威斯医生 不间断的 该死的恐惧 她努力使声音保持冷静 结果失败 恐惧什么 我感到舍臂的汗毛竖起来 死亡 我怕死啊 我跑啊 跑啊 远离恐惧 但她总是追上来 女人只是障眼法 我做的任何工作也一样 没有任何事可以赶走我的恐惧 跨出家门一步 对我来说很难 比如 很难来到这里 因为我不确定 我会不会发生意外 我不会开车 也不能开车 我们的房子 有比黑手党更多的警报系统 我们很少旅行 因为飞机是危险场 突然大声的噪音 会让我躲到桌子里下 我是患有PTSD 创伤后压力正侯群的 越南老兵 可是我从未上过战场 你想象 我握着一把枪的样子 会有多滑稽 老天 我甚至害怕打火机 上星期我听到一辆车子 引擎着火 就昏厥 晕过去 我想我大概疯了 就好想想办法 随我打电话给你 试完后 她往后坐 脸色苍白 不断抖动 我发现 我经常很难去 理清病人的症状 到底来自今生 还是一些前世的事件 现在 看来约翰在今生的背景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有一些发生在前世 或是一连串的前世事件 可以解释他的创伤 我和他讨讨论这个想法 我喜欢尝试新的事 他说 反正不会比我经验过的事情 更糟糕 我们第一次的努力 效果不佳 原因好像是约翰 不停愿研究自己的过去 不过 他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这使他振奋起来 许多世纪以前 约翰说到 他在眼睛闭上 身体紧绷 我是伟大的战士 战神 我领导的军队 在住宝里的城市外扎营 城墙无法攻破 因为我的市民中 有许多人已经因为 立即而病痒痒了 士兵不足 无法发动一次攻击 不过如果没有攻下此臣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的弱点 我们会在战场被杀光 我已经安排 和城市的统治者谈判 在见面开始之前 我的士兵搭起帐篷 穿上盔甲 以掩饰我们的苦境 当他从城堕俯瞰我们 我告诉统治者 这只是我的军队的一小部分 离这里 五一里外还埋伏着 三千名士兵 他们在等待我的信号 以发动攻击 他们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女人 如果城市被攻陷 这个城市里的男人们的 妻子和女儿 一定会被强暴 而他的军人会被杀 因而会放在铁刹上烤熟 我的军队在其他战场上 有过如此残暴的行为 留言传到统治者那里 所以他相信我说的 你要我做什么 他问道 和平的投降 让我们占领你的城市 给我们你能给的 然后让我们休息 然后我们会离开 我们在别处 有更重要的战役要打 统治者同意 他打开通往城市的大门 但我的士兵进去后 杀了所有强壮的军人 强奸妇女 我强暴统治者的女儿 我也是太久 没有女人的慰藉了 当我们结束时 我们放火烧尘 在我们离开之后 随手关起门 后栓上打门 或蔓延到附近的树木 我的军队没有被伤到 但城里所有人都被烧死 我的名字变成 残酷破坏的同意词 其他的统治者 给我数不清的财富 以阻止我的攻击 我可以买任何 我想要的东西 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我引导他回到当下 包括马达加斯加 我开玩笑问道 在他回顾中 他也一直不忘谈论 他对财富和权利的感受 他也许看到前世 和今生的关联性 不过我的小玩笑 没有把他逗乐 他被自己的残酷程度 吓到了 对于任何仪式 任何的角色都顿身反感 他不相信自己 竟然会强暴和谋杀 我想你已经因此付出代价 我说道 在你仪式 你却如此 在你仍没有受伤的一时 你一定害怕某人会对你报仇 他点头 但是没有人报仇 当你回头看时 你感到的害怕 和你今日经历的恐慌 并不相衬 他深呼吸 发出一声叹息 让我再回去 那是被大火吞噬的时代 约翰是有钱的商人 不在意家庭 忽视妻子和两个小孩 在外边有着无数的风流浴室 妻子带着小孩一起离开他 宁愿身无分文 也不要和他在一起 当大火烧起来的时候 他们六岁的女儿 爱丽丝正好要来找他要钱 而那时他喝醉酒 睡得不省人事 女儿一闻到燃烧味时 便紧张发狂地要叫醒他 他却毫无知觉 就算把他叫醒了也无济于事 大火熊熊燃烧 吞噬掉伦敦的木屋和所有东西 包括有生命或无生命的 地面的原石如此灼热 谁都无法逃开 我的第一个感觉 是我无法呼吸 约翰说道 当他在经历一事时 喘着气说 因为这么浓厚 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 我可以听到爱丽丝尖叫 她的头发着火了 但是尖叫很快就停止了 不幸中的大幸 我猜想她已经死了 死亡也找到了我 但是慢吞吞的 大火好像慢慢前进到我的身边 而不是直接扑向整个身体 我的腿首先烧到 然后我的身体 很久以后才烧到我的头 就像因为醉酒和通奸的罪名 而被折磨一样 我承认那是很邪恶的罪 但是我不应该得到如此残酷的死亡惩罚 在先前的生命回顾中 约翰认识到 他曾经犯下的罪行 应该接受最残酷的惩罚 这些罪行来自他较早期的生命 他也了解 为什么他的恐惧这么巨大 没有比他在伦敦经验的极度痛苦 更糟糕的事了 即使是未来有可能再度发生的想法 也无法和这件痛苦的事比拟 并不是过去的心灵创伤 而是大火的折磨和惩罚的加快 激起了他的怜悯和慈悲的本能 从那次以后 约翰开始管理父亲的基金会中的产权 将财富用于慈善 而其中有一个正是消防署基金 他停止玩弄女人 尝试弥补和罗利的关系 当我写这些时 这还是继续未完的工作 而且还去上经济和管理的课 希望有一天接受基金会的经营 他现在可以睡得着 而且更有能量 粘迷心使他精力充沛 对这样的结果 他自己比我还惊讶 我继续治疗他几个月 不是帮他做前世回溯治疗 而是讨论逗留不去的沮丧 他告诉我不管他贡献多少善行 都无法做得充分圆满 我可以确信他在正确的路径上 而他将会在其他事迹中 把所学的完全交易运用出来 约翰的治疗疗程快要结束之际 他同意接受进入来生的轮回疗法 让我引领他来到不久的将来 与遥远的未来 因为先前有过前世回溯的帮助 他愉快地接受前往来生的概念 他很容易就被催眠 而且体验到丰富鲜活的前世情节 或许他在进入来生时 也可以做到一样 在约翰做来生轮回法以前 我就不断思考秘密和自由意志的力量 在遥远的过去 秘密使他成为军人的领导者 他对盟友和敌人的影响力都很庞大 他使用权力和财富的目的 是为了自我增强 为了征服其他人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个决定使他在接下来的生命付出代价 不论是在伦敦的前世 或2001年佛罗里达州的今生 如果他选择另一条路 选择利用他的团体利益 来展现宁明心和爱 他会有一系列不同的生命 而且绝不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流露痛苦和害怕 自由意志有时候会让我们堕落 而非向善 让我们自私 而不是无私 让我们与世隔绝 而不是发挥粘迷心 让我们充满恨意 而不是爱 我们必须了解 如果自由意志使用不当 是很危险的 在催眠之下 约翰可以进入生存的境界 使我确信 他的来生记录将是准确无误的 那是由他确实经历到的事情 所组成 而不是幻想或是他想要的未来 他有能力将他所有的知识与领悟放在一旁 以便直接地体验未来 而没有扭曲 约翰再一次达到深层的催眠程度 他的进展迅速 却又能保持一时清醒 既有两位有智慧的心灵导师的引导 他快速到达来生道路的岔路 他的心灵感应到自己在倾听智者的谈话 前面有一个分歧的路径 一个在左边 如果他在今生没有选择 怜悯心 慈悲心和慷慨的话 那将是他选择的路线 一个在右边 是他明智的报偿 但是我让他在左边的路径 这样也就可以看到 因为今生的善行而避免掉的命运 我在人生桥上 他说道 浓雾笼罩 当我到达另一边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周 我是一名叫做戴娜的美国妇女 或许离现在不超过一百年 或两百年的时间 我正带着小女婴从实验室回到家 我嫁给一个太空飞船的船长 日子过得不幸福 他早就不爱我 从其他女人身上 获得性的满足 因此小女婴不是他的 我从来没有怀过孕 他是一个先进的克隆人 他确实有一点像我 虽然我希望他的生命 会比我更幸福快乐 克隆被完美化 因为人类繁殖和出生率 已经急速降低 而这归因于食物 水和空气中的化学毒素 所以大多数的人选择了这种实验方法 我很高兴我做了 至少他不是我先生的小孩 我不常旅行 但是我的先生常常去旅行 他开着飞船游历整个世界 他的速度可以比声音的速度更快 当他仍和我说话时 他谈到已经消失的农地和森林 工业技术事故使许多地区无法居住 人们住在大城市里 彼此经常处于坐在状态 并进一步污染地球 戴安娜 也就是约翰 所描述的生活和当代的状况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人们仍旧遭受同样的问题和疾病 科学和技术已经提高 既有害也有益 但是人类的野心和偏见并没有改变 世界是更危险的地方 转基因和合成的食物有助于解机 但是污染 威胁于和水的供应量 我带他往前看他的生命 他开始哭泣 我以为我的女儿会令我喜悦 但是他最后变得像我先生一样 冷酷和残暴 我活了超过一百岁 天天感觉负担与悲伤 死亡反而是解救 我死时就像我的一生一样 孤单无助 我引导约翰回到道路的岔口 虽然仍旧在生成的催眠状态 他马上了解到在伦敦那一世 当他还是个富裕的商人 他忽视妻子时 妻子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他变成戴安娜 被先生遗弃时 他感受到同样的感觉 吸引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有天分的人来读大学 我喜欢和他们一起读书研究 他们那颗年轻的心智充满新鲜和创新的想法 为了激励他们在彼此之间产生同理心 我和一群优秀的教授教导他们在全人类之间寻找创造协调的方法 我是有名望的人 但这绝对比不上我从生活中得到的喜悦 约翰拜访的这一世很短暂 但是他该去那里的时候 他会尽情地享受这段时光 我知道他去这些路径以外更远的未来 他快乐地露齿微笑 他仍处于深层催眠状态 你想要我去哪一个地方 他问 我可以运送我自己去任何我希望的地方 人们不再需要躯体 虽然只要他们想要 就可以拥有他们 打个比方 运动令人愉快 确实 性爱也是 我们可以具有想象力和思维去任何地方 做任何人与事 我们透过意识和光环沟通 他的愉快使我感到高兴 从你描述这些情景的方式来判断 这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未来 我说道 从现在算起好几千年以后 不 他答道 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遥远 不过我无法告诉你 哪一年 地球满是清脆和纤绿 有一次反映出 我听到的其他许多记录 我无法看到许多人 但是这或许是因为 大多数人不希望有躯体 他们很开心 自己有意识和光环 世界是一个玄傲和平的地方 没有一丁点的冲突 暴力 苦恼或悲痛 我曾经细查星球 看到是否有负面情绪 但并没有出现 没有愤怒 怨恨或恐惧和证据 只有和平 在我的办公室里 他可以在来生中停留几个小时 而我的手表是在21世纪 一天开始了清晨 有另一位病人在后诊室 所以我必须带他回来 当他来做下一次疗程时 他告诉我 他不想回到很远的未来 太美丽了 他说道 我必须活在当下 现在已经够美丽了 玉翰了解 他已经学到关于生命 以及有许多人要学习的珍贵功课 他认识到现在做的选择 会深刻的影响未来 所以为了那些未来 他必须做有点不一样 但同样重要的选择 以达到他在来世之旅中 所遇见的荣耀 不过单单是我的选择 不会制造出那个未来 他说道 那是所有人类共同的决定 才能带我们到那里 或许如此 或许那个全人类共同决定的时期 就像玉翰已经看到的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遥远 沉思让我们更专注 而冥想者让我们更自在 我们的生命有时需要 深度的宁静状态 它可以减少内心深处的烦恼与焦虑 以今的方式 看待那些熟悉的事情 体会到平静与喜悦 第十一章 特别篇章 练习沉思和冥想 让自己平静喜悦 每天让自己成为新的自己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罗伯特·瑟曼的名言 我很赞赏这句充满活力 和激动人心的话语 这其中蕴含着生命的过程与变化 每天的你都是新的 你的想法 意图和行为 意识和感知能力 都在不断演进 每一天的每一个 你都显露出不同的改变 你和五年以前 甚至五分钟前的自己都不同 你的亲人 朋友和熟人 也是如此 然而 当我们看到熟悉的人时 依然会用以前的印象 来做出反应 而他们对我们也是如此 比方说 等我们再度看到高中时期 欺负你的小霸王同学 尽管他可能变成一个 谦谦君子 举止温和 但是 你脑海里 联想到的依然会是他 粗鲁的一面 如此可见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的话 就算有改变 都不见得是好事 如果你在工作上 没有看到进展 你怎么可能变成熟 如果你不停下来体验 又如何从生活中学习 如果你没有给身体和心灵 去放松 又怎能包容发生的所有事 当你的亲朋好友与最爱的人都改变时 你怎样才能一起改变 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放松的心灵来沉思和冥想 我们才能评估自己和他人 最好就是当下就开始这么做 而沉思和冥想之间不太一样 虽然它们极为相似 沉思是指全神贯注在特定的主题或对象 例如 仁慈的概念或是美丽的蝴蝶 冥想则要求心灵保持完全的空白 你要让心灵处在紧觉或有意识的状态 接受任何感受、思想、形象或视觉幻象的进入 冥想是一种没有预设想法 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是一种自我观察的艺术 西方人的头脑比较适合沉思 而不是冥想 它们习惯集中置立在特定的主题 并思考它 很多西方人大概花几十年才能学会冥想 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 但这并不表示 你不该现在开始尝试冥想 你应该谨记 在当下 就像所有其他过去的时光 你是有意识地朝不朽前进 尝试冥想会给你带来意外知习 你很快会发现自己 会很期待冥想时所需要的独处时刻 你或许想要从沉思开始 而让你全神贯注沉思的对象就是你自己 你沉思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看看你现在是谁 思考一下生命本身的含义 在沉思中 你应该让任何有关自己的想法 无论是好的和坏的都进入你的意识里 那些负面或批判性的形象与感受 已经不再恰当或令人幸福 你想要丢弃了 现在你想要增加哪一种正面和自我疗愈的印象与感受 什么样的生命经验曾经最深刻 从而成就了今天的你 当你将有另一次生命时 你想要从这一世找手的改变是什么 重点不在于喜欢你本人 或是做任何类型的批判 而是要从你展示在人世面前的那个伪装的人下面 发掘自我的真相 让我们仔细想想 在你的生命中有重要意义的人 在你的印象中 他们已经是过去时 你的经验是否可以让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 当你改变自己时 他们会如何改变 这些改变将如何引导你 以更正面 更体谅 更有爱心的举止去改变和修正你与他们的关系 他们将如何影响你达成未来更多的改变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你可以去沉思的 我们都处于生命的成长中 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以不同的速度 沿着我们心灵该走的路径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天应该让自己休憩一下 让心灵回归它的本源 帮助我们朝天人合一的境界前进 达到爱 喜悦 安详 平静 和灵性 沉思和冥想并不容易 因为你往内再走得越远 你就会对生命有更深刻的感受与理解 而走到更深层 就更需要挖掘清理自我防御的种种障碍 我们太习惯于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任何与我们习性相反的事 我们都会想要排除掉 理性的分析与沉思冥想正好相反 当我们开始深究时 必须要摆脱这样的习性 你可以尝试着对自己说 除了慈悲为怀 心中空无一物 或是更深入一点 我已经放下所有 同时意识到空有不二的意义 在这两种状况中 你都会察觉到自己抛弃了与外在世界的隔离 你可能会在这一刻发慈悲心 但我敢打赌 不久你就会想起一个你不太喜欢的 或是对你不好的人 然后你又抛掉了菩提星 说 哦天哪 有时候一些突然出现的想法 也会让你从自我取材的状态中 回到日常琐事上 比如你会突然想起 哦 昨天是我妈的生日 我忘记打电话问候她 平时你根本感觉不到你内心有很多杂念 但是当你安静下来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杂念就是一个杂念 你的内心往往充满了俗世的烦恼 鼻子痒 有一只苍蝇在房间 或是担心如果你坐更久一点 可能会赶不上八点档的喜剧 欢乐单身派对 冥想可以让我们满脑子的胡思乱想 不断涌现的杂念 脾气下来 让心安静 我们才能无障碍 放下批判 用心观察 以达到更高程度的超脱 进化到更高层次的意识 这样的练习会让你明白 要清除头脑中的思绪 感受 一堆要处理的事情 身体的不舒服 每天的担忧 家务事或公司问题 是多么困难 在阅读这个段落之后 闭上眼睛一两分钟 我建议坐在最爱的椅子 或舒服的坐垫上 或躺在床上 尽可能舒适自在 深呼吸几次 呼出你 待在身边的所有压力和紧张 试着让头脑冷静下来 同时不想任何事 甚至不去想美丽的新阳 或碧波荡漾的蓝色大海 重点是让头脑安静下来 停止思考和分析 准备就绪了吗 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就请你安静下来 深呼吸几次 让头脑尽空 不想任何事 保持此时的平静和放松 然后闭上眼睛一两分钟 刚才试了之后 不是很有效 是不是 就像偶尔会有一些放松和快乐的瞬间 但马上你又开始有杂念 东想想西想想 可能这个时候 你正握着一本打开的书 闭目养神 却忍不住浮想年篇 你会在最后期限之前 完成工作报告吗 你有没有为今晚来的客人 做好餐前小菜 压力好像无处不在 不断地侵入我们每天的生活 在这一连串的压力之下 我们的身体好像在 更高程度的戒备状态中运转着 随时准备战斗或是逃跑 这当然也引发我们心理上 一连串的反应 在这种状况下 有人感到害怕 甚至会认为安静有威胁性 这种心理最明显的例证 使许多人一回到家 就打开收音机或电视 一避开就有攻击性的想法或记忆 但安静对我们非常重要 你安静坐着多久了 五分钟 那恭喜你 这已经是个好的开始 而进一步学习冥想 则会让我们更加安静 也许你会告诉自己 比起冥想 倒不如沉思 但不要将你的意识 集中在本身 因为那太危险 而且你根本无法 从那里开始 你已经知道 沉思会约束你的心 请你尝试让自己 带着更多的爱心 来体会世界 你借此 可以重新关注自己 和周围日常的生活 最后因为充满爱 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 喜悦 自我实现 和更加的人际关系 而这些就是喜乐 慈悲一词 令你想起什么样的形象 也许是某个人 你不由自主 做出的一些行为 或是一些 你接受的行为 也许是一种感受 遍及身体的温暖 或引出幸福的眼泪 一旦你确定 那样的形象或感受 你就会了解 爱的基本意义 慈悲是我们人类 临性的行为 而当我们把精神 集中在灵性上 可能会产生 不一样的作用 如果你具备慈悲心 来看待发生的一切 会让你变得更好 你发现恐惧和焦虑 减轻或消除了 在你通向灵性的道路上 慈悲会让你达到 更深刻的自我领悟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了解灵性的本质以后 你就很容易 在日常生活中 过得内心的和平 耐心 以平衡 其实慈悲对我们的身体 也很有好处 因为你的恐惧和焦虑的感受 减少 内心也感受到宁静 那么身体的机能 就会被强化 比如说 你的免疫系统的能力 会提高 我曾经看过 有慢性疾病的病人 属于平静时 疾病的症状减轻了 当洞察力和灵物力出现时 有些人曾经注意到能量的转变 毕竟心灵和身体 紧密相连 一个疗愈了 另一个自然 也健全了 有时候 当你专注于 一个概念 你会产生一些 和过去 被教导 训练 教育 或与你的文化背景 截然不同的想法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因为在过去 我们被灌输了各种信仰系统 及家庭 老师 文化 和宗教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 你以新的方法来看事情 这对你并没有伤害 请保持开放的心胸 如果你可以让心灵适应 不同的想法 和新的可能性 就可以继续往前开展学习 或许你在婴儿 或小孩时期 被教导的知识 与你现在 所经验的是 截然不同 但是 除非你的心 很活跃 很警觉 否则 你怎么可能察觉 除非你放开自己的心 放下批判 在心灵上 检验每个 为自己做的选择 否则你怎么可能 唤醒更深 或更有意义的真实 不要因为那些想法 与你被一贯熟知的事实 相依就放弃 请尝试着 不要去拒绝 抛弃那些 与你的固有模式 不同的念头 陌生的事 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会说是一种熟悉的不真实 当你沉思时 不用着急 慢慢来 根据定义 沉思是指 不慌不忙的 集中思想 你的心 先呈现出一个想法 然后又针对这个想法 产生新的思考 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一个接一个 你可能发现 有些好像消失的记忆 闪现 犹如 傍晚的天空 星光乍现 你可能会突然之间 有所动物 而这样的动物 具有 治疗效果 我建议 一次 只沉思 一件事 以确保 你的体验 有足够的深度 和持久力 毕竟 即使只对某个对象 或概念 做一次沉思 就想要 完全深入到 问题的核心 也不太可能 你可以找机会 重新回到那个念头 继续沉思 直到你精通 完全了解为止 同时应该 觉察到 经过这样的思考以后 这个被沉思的念头 所产生的改变 做到以上这样 你会喜不自胜 经验于自己的洞察力 如此无穷 与轻微 有时候 就算你认为 已经深入到 问题的核心 也不要停止 沉思 请第二天 在相同的念头上 做新的沉思冥想 闭上眼睛 做几个放松的呼吸 想象你可以呼出 身体的紧张和压力 再吸入纯正的 有疗效的能量 放松肌肉 让你认为的问题的核心 再度出现在你的意识中 大约十分钟后 细想这些心理注意的想法 或对象 在各种层面的意义 慈悲是一种 最深刻的灵性体验 就像蝴蝶的美丽 其实也隐含 无限深奥 请思考一下 我的言外之意 等你对慈悲心 有了新的领会之后 你将发现生命 正发生着改变 不管是价值观 还是日常的人际关系 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慈悲心的培养 并非一处而就 我们每次沉思之后 请留给自己 更多的时间 也不要匆忙下定乱 你需要慢慢品味 你的洞察力和学到的教诲 以提醒自己 要记得经验过的事情